大家好,我是大巴餐廳集團的董事長林惠毅 今天非常高興跟大家分享 今天餐廳的一個過程跟理念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大巴餐廳餐廳 我們一樓是這個豬肉餐 各國料理都有 在32年前 我那時候是在一家康典公司當業務員 有一天我的一個同學 就來問我 再找我 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經營一家日本料理店 到信仰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談到這個上帝的祝福 因為我那時候在一家康典公司當業務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到說 兩年以後公司要休業 所以我休業 公司休業我正在找工作 正在找工作說 這個可能我們需要去投資 比如說咖啡店 還是說其他的這個 這個草包店怎麼樣的 我跟我太太是非常認真地去做市場調查 我做市場調查 那沒想到說 剛好是大巴要開會 而 因為剛剛這個紀律 我被廣告董事長 那我也想一想說 商機靈止大靈良呢 好需要啊 再來就是遇到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剛剛講的大巴已經進32年 可以從這個 中間切下去 前15年 是台灣紀律看到的 你也知道 你也經過這一段 你說那個 柯熊市 原來就是 菜船 木業 水泥業 建築業 鋼鐵業 鋼鐵業 這五大行業 現在慢慢的都消失掉了 二樓呢 我們也有這個 超好 操失一下 VIP Room VIP Room 就是說有家庭聚會 它需要有一個房間 我們也可以單獨十個人 二十個人 三樓到六樓 就是 大發大漢店 我們的整個 今年的精神就是 要是 一個